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纽西兰去洪华的时候 一位台湾企业家 南部企业家 非常慈悲的大功德 在台湾做了很多的善事 所以他的孙子 就到纽西兰去发挥 听到我去讲解风水学 那时候简料辉师长还在的时候 带着我们去 我在那里讲到 讲到的冰箱 都是在家里和赵卫相对 和赵卫相对 妈妈 主人家祖父 一点咳嗽不完 一直咳嗽 一直咳嗽 而且腰味酸痛 他就想到他妈妈 就是这样 他十天前要移民到纽西兰 他就买了很大的冰箱在家里 给妈妈买东西用的 结果他把它放在 和瓦斯鲁相对 虽然东西比较方便 所以没有想到之后就换了风水大气 所以他妈妈从冰箱放上去之后 他就一直咳嗽 腰酸背痛 吃药都无效 所以后来他就赶快 跟我们一起回来台湾 他就回家跟把冰箱移走 移走了 咳嗽 他妈妈这三天左右就不渴了 吼 他妈妈 忏悔说他不对 他不晓得 因为 很年叔父帮他忙 才救了他妈妈这个烦恼 这个案例很多 所以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赶快移走 或是冰箱对着瓦斯鲁的 怀孕的 很容易流产 这个也是要注意啊冰箱 不能对着瓦斯鲁 尤其冰箱你不能对着你家的神位 不能对着祖先 对着祖先都一直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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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气喘如牛 到最后 他身体弄坏了 做得神位 和冰箱和冰箱的关系 冰箱没有醉 有醉的就是我们自己 没有智慧 摔冰箱 你也不能在你的床位的右边 你床位右边的哪有方便 到最后 你的臭女人 脑部长流 一位 大律师 他的老婆 脑部长流 肾脏长流 我跟他看了 说你这冰箱放在床位旁 干什么呢 他说再拿东西方便 这就是你长流 脑部长流 腰长流的地方 做大计 所以各位 蜀王善诸士同修们 小事一桩 变成大烦恼的 多得不得了 所以冰箱的用法 我也希望各位 维心贤士同修 蜀王善诸士们 要会用意 你用意 知道风水可以趋吉避凶 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祝福各位